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迷上我了 宿主大大 你马上又通关了 为什么现在放手 这男主太渣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可没有了男主 故事怎么成立 你想永远消失吗 还不是因为 你们系统烂本太多 完全不考虑 我们宿主的感受 就这样的男人 哪个女人会爱上他呀 还想让我做他的女主 做梦 宿主大大 剧情无法更改 请追回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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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是按照 你们的设定来做事 这次我的故事 我要自己写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你说呢 是不是 又遇到什么开心的事了 我不告诉你 来 那就祝你每天都这么开心 干杯 正好 我手边有个案子 要去海边看警 你跟我一起去吧 趁这个机会好好放松一下 好啊 那我去吃东西 嗯 嗯 去你的狗血剧情 这次的男主 我要自己定 我家才叫你 我自己定 偷尾 我自己定 有一天啊 我自己定 你呢 你呢 我我自己定 我自己定 说你的项目通过了 好 谢谢罗总 多欠 我的方案通过了 我就知道你可以 你好 麻烦帮我开两个单人间 好的 先生 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啊 先生 房间都已经爆满了 只剩下一个家庭房了 易景 那算了 不用问了 开了吧 想什么呢 今晚我睡礼物 你睡外面 来吧 不用手下留情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先说好啊 等会儿要是你输了 我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 我又输了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真心话 你实话跟我说 你有没有 迷上我 好你个肚气 这什么问题啊 不想说啊 我理解我理解 毕竟我这么帅 情有可原 很正常的事情 我迷你个大头鬼 换你转 好 我选真心话 真心话呀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迷上我了 罗锦胜跟你表白那天 我也打算跟你表白的 我不知道 他会伤害你那么深 早知道我肯定跟你表白 把你抢过来 不过我知道 你肯定不会答应我的 还是像现在这样好 咱们两个一起 并肩作战 成为最好的搭档 你永远对我这么好 上次罗锦胜来找你 是要跟你和好吧 你 答应他了吗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们干个杯吧 干杯 我 我们拍张照片 经验一下吧 好啊 好希望有一天 你能成为我的男主 只是现在还不是事 我不能伤害你 好有问题 你什么有问题 你什么有问题 还在延续 爱情不可以 以来 所有的难题 把乌雅叶子的东西 全给我扔出去 一件都不许留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 高总这么做 不太合适吧 乌雅叶子抄袭的事情 已经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了 让这种人 担任我们公司的 设计主管 会让我们公司 名誉扫地的 我没有抄袭 也绝对不会抄袭 你还想狡辩 你给腾心公司的 设计主给 和司徒的获奖作品 一幕一样 乌雅叶子 抄袭可是犯法的 司徒没告你 已经是你走大运了 赶紧给我离开公司 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偷 你们还愣着干吗 赶快把他给我拖出去 你们在干什么 盛哥哥 叶子抄袭这事是板上钉钉了 你不会还想维护他 你可是公司的CEO 不能拿公司的声誉开玩笑 罗总 你相信我 我没有抄袭 你给我三天时间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你想得美 你休想赖在公司不走 我相信叶子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可以拿自己总监的职位 给叶子做担保 杜总监 不会是抄袭的事 你也有份吧 这个项目 可是你经手的 不是所有人 都会偷别人的东西 高总 你 我给你一天时间 盛哥哥 你 那要是 他澄清不了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 高总 您在吗 衣服洗好给您送过来了 你做得很好 就让这件事继续发酵下去 我这次 要叶子身败名利 违款一分都不少你的 司徒 你可别忘了 这次要不是我给你叶子的底稿 你怎么可能得国际打奖 现在名利双收 你就乖乖地给我把嘴巴闭紧了 设计队 你好 我叫叶子 好 父亲 我想到了 分手之后 我就再也没回归那个城市 我不确定 那幅画还在不在老房子里 照片上的时间 就是你离开罗总之后 去休假的那段日子 之后你也没有回过那边 应该还在那里 咱们连夜赶过去 连夜赶回来 应该来得起 杜芊 我找到了 就是她 高总 毕竟我们和环奥 是长期合作的 现在来做这个黑帘 主动与环奥解除合作 始终是伤和气的 你总在公司的影响力 我自然是很清楚的 不然怎么会选择跟您合作呢 高总 这是什么情况